兄弟们 快来一起念 拉网炸 你能不能说话真长一点 我是真的听不下去了呀 不是啊 这么有磁性的声音你还嫌难听 我看你是眼珠吃不了戏亢呢 啊 战役涌上来了 大死那个鬼损 这什么情况 好你个娃卡 我今天真是收购你了 不说了 我要和你绝交 绝交就绝交 我又不缺你这蛋答子 来 屏幕前想当我蛋答子的 点个赞 我就不信 除了小子 难道还没人和我玩了 来了老爹 娃卡兄弟 你们小两口又在闹啥矛盾呢 就是啊 我看小子这次好像是真生气了 哎 事情其实是这样的 就在刚才 蛋蛋岛举行了一个挑战活动 挑战假装讨厌蛋答子一整天 报名费只需要一千蛋币 挑战成功 即可获得十万蛋币 妈呀 这种好事 我肯定不能错过呀 就是不知道挑战完 我会不会没命啊 屏幕前的兄弟们 想看我假装讨厌小子的扣1 不想看我讨厌小子的扣2 麻烦大家都帮我扣1 装装大二吧 瞧好吗 哎呀 刚说完 小子就拉我几位了 既然是要假装讨厌小子啊 这里肯定是选择拒绝 我又来了 好家伙啊 小子又来一次啊 没关系啊 果断选择拒绝 你干嘛呢 怎么老是拒绝 我今天不想和你玩 别拉我了 顺利现在赶紧去房顶上躲着 来了老弟 兄弟们 快看 小子过来找我了 好家伙 找不到人 可能就成这样了 只可惜啊 藏在这里 还是找不到我的 让我继续看看 小子往哪跑 小子贪人呐 不见了 我来 娃娃 你搞什么 组队拉你还拒绝我 我带你是吃了雄心豹子的 娃娃娃 小子 哪两块打呆着去啊 我今天就是不想和你玩 不是啊 可得你现在已经开始嫌弃我了 给你个夹蛋 咱们才当了多久蛋挞子啊 少废话 爸爸傻黑你啊 我今天不想见到你啊 跟随把你送给会吃蛋仔的蘑菇吧 啊 搞笑吗 你在 杀 不是 娃娃 你搞什么 快帮我出去 不好意思了 小子 你就在里面慢慢玩吧 等明天 我会给你好好解释的 哈哈哈哈哈哈 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了 再过一会儿 我就能获得蛋壁了 哈哈哈哈 娃娃娃兄弟 死不想玩 刚刚又晋级新闻报道 说是有人冒充挑战活动主办商 偏包免费 无可意外的话 你的十万单笔 应该是没戏了 不仅如此 你还惹恼了你的蛋搭子 嘿嘿 不是吧 这挑战居然是假的 完了完了 赶紧去哄哄小子啊 当我自己 是保住蛋搭子要紧的 哈哈哈哈 哟 嘿嘿 小子啊 你别生我气了好吧 我假装讨厌你 都是因为被那个骗子骗了 新闻我看过了 事情我都知道 哎呀 那你是不是可以原谅我 想得没 我可不会这么心意原谅你 哎呀 那你到底要怎么样才能消气嘛 想很好 那你得成功通过我准备的吃豆图 如果失败了 咱们以后就彻底绝交 没问题 吃豆我最行 你就瞧好吧 2000年之后 哟 哟家伙 这图居然要吃1000分 不过这图里 看样子到处都是豆子呀 该机踩风筝 飞到最高处 就能直接吃到一个光速刷新的五分豆 但难不成 我要直接通关啦 杀 你别笑 好家伙 我就知道小子没怎么好些 但是没关系啊 这里家还有好多五分豆 哎 怎么不是光速刷新的豆子呀 没办法啊 只能继续来吃这里的一分豆了 好家伙 最后一个居然也是光速刷新的豆子啊 不认为数量未免也太少了吧 接下来上二楼 吃劳动弹中的五分豆 不是啊 这根本不够吃啊 你能不能在情况下多重点呀 多个狼鬼 好嘞 电箱子吃掉上面的两分豆 二楼这里居然还有光速刷新的豆子啊 再把房屋后面的豆子吃完 不知不觉就已经700多分了 瞧瞧 还有这么多豆 胜利再忘了呀 想不到小子的吃豆图居然这么简单 想必他肯定是为了给我个台阶下吧 这里走冰块要小心一点 最后吃完所有绿豆就能成功通关 杀 不是啊 你头发到最后还差一个豆啊 难道还有什么辣些的豆子吗 那咱们上最高速看看去 后家伙 居然吵得这么一变 很可惜 还是逃不出我的火眼机器啊 那一次啊 咱们就成功通关啦 小子啊 我成功通关啦 咱们是不是可以和好啦 好了啦 我说话说话 不过刚刚我也接受了一个挑战 你是不是愿意帮我呢 肯定帮啊 说白 你的挑战是啥 挑战一整天 抱打蛋挞子 我先走了啊 想跑 门都没有 小子啊 漏剑 我看我还是不当地蛋挞子了吧